我身为一个正直的男子汉 没有遇到太多敌人 我一点都不慌 因为我正在做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努力 我下定决心让自己膨胀起来 我一定要从万千小菜鸡里面脱颖而出 看我坚韧的步伐 嚣张的气息 我看到有人了 我过去了 我来了 终于可以打架了 我要 哎呦老哥别这样别这样 没血了没血了 你们二打一本来就不公平啊 后边还有个BBQ对着我进去走了过来 不过我一点都不慌的啊 啊对不起对不起 这就是实例 我在房子里卡着视野 利用超长的攻击 让他们找不到我在哪 好的弄死三个 剩下一个还在喝着我 哈哈哈哈 给我倒 四杀朋友们 我终于脱离了小菜鸡的群体 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菜鸡 真好 上下个有一个空头Boss 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 上面这个可以搞一下 我迈着嚣张的步伐走了过去 看到没四个 我闭着眼抬手扫射 这一刻我人羌合一 没有任何多余的操作 甚至连卫衣都没有 三次扫射下去 瞬间安静了 真可惜 被他们三个抢了一个人头 只拿到了三杀 不过还好 随后赶来那二人 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居然穿着 跟我一样颜色的衣服 开什么玩笑 太放肆了 我在批发市场 原家二贵 寒家四块半买的衣服 其实尔等可以模仿啊 我尝试利用远机驴攻击 盲射对面房屋 两枪下去 貌似没有打到人 但是房内的人 非常的不安分 还插了一个眼出来 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啊 我都准备走了 你们还拿一个眼睛糊弄我 果然大鸟哥 没有按耐住自己的情绪 直接起手打我 我反手几枪间几撂倒 凯哥哥发疯似的 想做些什么 但是我一个导弹 配合着扫射 他还是没能挺住 大鸟哥果然机智过人 利用独特的手法 带领队友走向死亡 还剩下三个人 我的直觉告诉我 其实也不是直觉吧 圈就这么点了 对吧 小心翼翼的往中心靠拢 一路上满是尸体 看来经过了一场恶战 正在我感慨的时候 脚下黄标亮席 我直接利用眼睛里扫射 忙打房屋 果然里面呢 跟我穿一样 山寨同款的小书包 饱受折磨 还好明刀救了他一命 不是这孙病什么情况啊 顺手顺手啊 我直接起手闪现 秒掉残血小书包 为的就是不让他告诉别人 衣服是花四块半买的 不让我面子往哪搁 对吧 其实我是想跟最后的BBQ 一起远走高飞的 但是对不起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们性别不同 关键是你跟我穿同款的衣服 就注定我们不能在一起 下次换了衣服再来找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